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在今天要跟你来分享的 我们仍然是从路加福音来看 这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 这位弥赛亚的先锋 是许约翰 我们先看他的家庭 他的父母亲 昨天和你分享 他的父母亲被神厌重 神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做耶稣基督先锋的重要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有这样的父亲 有这样的母亲 让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 因为这个人他重要 所以神为他们选了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 他们有一个特质 他的父母亲有一个心说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行 而不是 哎呀谁做得到吗 每个人都做不到了 无所谓了 不是 昨天和你分享参孙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参孙的路 就是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很软弱 我没办法 是的 我承认 我软弱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要靠着神胜过这些 求主给我们有一个 像撒加利亚 像以利撒布的心 他们的心是说 他们要遵行主一切的诫命 一切的礼仪 神所定规的这些事情 无可指控 认真的去面对这些 求主帮助我们 而接下去 圣经上说 只是他们这么好 可是有一点遗憾 什么样的遗憾呢 没有孩子 在那个时代里面 没有孩子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不像今天可能很多年轻人 根本就不想要有孩子 那个时候 没有孩子 好像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 好像是被咒诅的一样 是她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羞辱 她说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没有孩子呢 而且圣经上讲说 他们已经年纪老慢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孩子 还年轻 还说没关系 也许明年就生了 也许后年就生了 年纪老慢 不会生了 而这个遗憾 显然就要跟着他们了 但是谢谢主 在他们的身上 你会看见 从人来看是一个遗憾 但是在上帝的手中 他没有亏待 认真跟随他的人 神有一个恩典 那个恩典就是正因为他们不生育 后来他们生了施洗约翰 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 那个记号被用在 天使对玛利亚说 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你看看 你那个表姐 伊利莎伯是玛利亚的表姐 她到年老了 她不是不会生吗 现在都生了 可见神怎么说 事情就会怎么成就 她成为鼓励玛利亚的一个印证 你看 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事 是一个遗憾 只是没有孩子 而且年纪老迈 生不出来 看起来是遗憾的事 我还是说 你认真的跟随主 我相信他们两夫妻也会觉得 我们这么认真的跟随主 主啊 你为什么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们呢 时候到了你会发现 他不是遗憾 是一个恩典 是一个格外的恩典 而且不只是你要得恩典 神也要用你去兼顾你周围的人 那叫做使别人得福 等候神 你会看见神荣耀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